这几种人比小人还可怕,遇到了一定要警惕,最好远离,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。 花草留根,人须留心,一个人的品性究竟如何? 其实从很多细节中可以看出来,一个人不经意间的言语和行为,就是他人品最真实的样子。 只要用心观察和总结,就能发现他的本性,不要等到被欺骗,被伤害,被辜负,才后悔自己瞎了眼,被居心叵测之人利用,枪害,和谁在一起真的很重要。 他甚至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,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,事实证明。 如下几种人最阴险,切不可深交,我们应当避而远之,免受其害,每天一点新思路,每天一点新感悟。 欢迎订阅珠子国学,胡乱插手的贴心亲戚,每个人都有这种借着为你好的名义,对你的人生随意指点的亲戚,他们从不管你怎么想,就任意给你的人生定下标准。 这种人,看似慈眉善目,关心你的家长里短,其实心中就等着你出丑。 电视剧《我在他乡挺好的》中,有一段情节让人充满代入感,乔西陈前脚刚进家门,亲戚们后脚就跟了上来, 对折他来了一通花式盘问,你也快三十了,还没见到男朋友回来,这女孩子年龄大了,可不好找啊? 你在北京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?北京的房子挺贵的,你买大房子了吗? 要我说啊,你出去打工还真不如在家,我听说你们这些打工的,起早贪黑还被老板骂,就像你这脾气,没少挨骂吧? 他们不仅过问结婚大事,就连工作日常也没放过,亲戚们看似关心他,实则专挑他的弱点进行攻击,通过贬低他,来抬高自己,伪君子。 之所以说伪君子比小人更加可怕,就是因为伪君子比小人更擅长伪装,更擅长说谎,小人表面上是一副小人的模样,背地里也是小人的做派,这是表里如一的,我们很容易就能够发现, 但是伪君子却不同,他们会对你说出一堆假大控的道理,还会装成特别正派的样子,目的就是为了成为别人心中的光明使者,这就应了一句话,做得好不如说得好,有些人一生做了不少的好事,可他们却被人误解,而有些人满口仁义道德,啥好事都不做,却得到了别人的信任,这便是生活的现实。 就拿笑傲江湖的岳不群来说,他虽然武功一般,可做人却特别虚伪,装模作样的能力更是属于顶尖的水平,因此就连家人也看不透他的真面目,更何况是外人呢,自私自利之人,看过一则报道,一个企业家资助家庭困难的学生,这本是一个善人善行的事,但是企业家不仅弄了一个资助仪式,还请了当地的媒体来报道,受资助的学生不断被拍照, 被采访,还要当场宁感谢信,好好的资助行为被弄成了电影颁奖仪式,从现在照片来看,受资助的学生并没有学业顺利完成的喜悦,反而更多的是局促,难看,企业家不是纯粹的帮助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,而是要社会公众都知道他的善行,以此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,这是希望众人知的假善良,道德经里说,善行无哲计, 假善良总在宣扬,自我标榜于吹嘘,而真正的善良,从来就是就是不动声色的成全,无论是善者的身份地位如何,都尊重受善者的想法,不挑破他人的难堪与自卑,已是乾坤大,有连草木深,极端的人。 极端的人是指那些过于偏执,有强烈的信仰和价值观的人,他们往往认为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是绝对正确的,不容任何质疑和挑战,如果别人与他们的观点不同,他们就会变得非常激进和暴力, 极端的人可能会表现出过度的自我和偏执,很容易陷入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中无法自拔,他们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信仰而做出不道德的行为,甚至会因为自己的信仰而危害社会和公共利益, 因此,极端的人不仅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,很难改变固有的成见,也会给周围的人带来很多痛苦和损失,甚至会对挑战他们观念的行为进行报复,操控你人生的人,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,操控欲很强,我们做点啥他们都会提出意见,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,你反驳,他们就说为你好,你不领情,遇到这种打着为我们好的幌子,操控我们人生的人, 实在别居,有时你跟其他人吐槽,表达不满,其他人还不理解,总觉得错的是我们,可人生是我们自己的,我们有自己想做的事情,身边人可以给我们提意见,但不能主宰我们的人生,真正为我们好的人,会在我们决定做某些事情时提出建议,如果我们要做的事情不好,他们会阻止,但最终决定权在我们自己手里,他们不会操控我们的人生, 我都是为你好这句话太窒息,看似为我们好,其实就是想让我们成为提线木偶,没有自己的想法,当爱变成了施虐者的伪装,为你好就不是为你好,而是在害你,道德绑架的祸人,有一位作家感慨,在道德的光芒中,有些人的脸面特别模糊, 让你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,但是他满口都是仁义道德,满口都是好话套话,其实他们不过是些道德圣人罢了,在这个世上,习惯以道德来绑架别人的人,简直不要太多,村中的陈先生,照顾卧病在床的父亲已经有十年的时间,劳心劳力,甚至任劳任怨, 可是他的堂兄却指责他对父母不好,不够孝顺,都没让老人家过上幸福的好日子,听到了堂兄的话后,陈先生一下子就火大了,堂兄的父母健健康康,而他根本没有体会过照顾卧病在床的老人的痛苦,为什么他非要站着说话不腰疼呢? 其实,人就是这个样子,真不戳到自己的肉,那他就不会感觉到疼,对于那些道德绑架,甚至喜欢站在道德高度指指点点的圣人,哪怕他们是我们的亲戚,我们也没必要重视与他们的感情,双方不如好聚好散最好,白眼狼,在现实生活中,我们应该避免与那些白眼狼的人建立关系,因为这些人往往不会真心对待我们,他们只会想方设法从我们身上占便宜, 却不会真正帮助我们,与此同时,这些人还会忽略我们所提供的帮助,并在不经意间挖苦我们的能力和努力,这种行为不仅令人感到气愤,也会削弱我们的自信心,我们应该选择与那些真正关心我们的人建立紧密的联系,共同成长,进步,这样,我们才能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和自信, 城府太深的人,在现实中,把自己的真心轻易交给别人,往往就是自找麻烦,你以为交了个朋友,其实人家当你是个冤大头,就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,他一直对一个人很好,结果后来才知道,对方背地里恨他多年,却一直装作朋友的样子,这种人留在身边,就是在身边放了颗定时炸弹, 做人有点防备心没错,至少不至于被人背后捅刀子,那些隐藏很深,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,如果不是真的和你同甘共苦过,那还是留点距离好,现实生活中,每个人多少都会戴上面具,谁没点防备呢? 但是有些人,伪装的特别深,这种人你不小心点,最后吃灰的就是自己,交朋友啊,还真得眼睛擦亮点,不然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就被卖了,把你当枪使之人,生活中总有那么些人擅长挑拨离间,把别人当成枪来使,比如,你在单位里老老实实的上班,忽然有个好心同事神神秘秘的告诉你,你知道吗?某某在背后告你状,跟领导那说你坏话呢? 你这脾气一上来,立马想去找那人理论,可问题是,你有什么证据,你真敌,确定是谁在使坏吗?还是说,这个告诉你消息的人,其实另有目的,别急着下结论,这里面的猫你可多了,有些人就是故意把你当枪使,让你们互相争斗,自己在一旁看好戏,这些挑拨者最擅长伪装,表面上一副为你着想的样子,实际上心里盘算的都是自己的利益, 他们把话说得四真四假,刺激你的神经,把你推到台前,让你冲锋陷阵,等你吃亏了,他们在推得干干净净,继续笑看你在跟头,冷血操纵者,冷血操纵者是那些为了个人目的不择手段的人,他们毫无怜悯之心, 常以他人为牺牲品,甚至破坏他人生活为乐,他们以自身欲望为中心,将他人视为可操纵和损害的工具, 冷血操纵者追逐权力和控制,常以操纵和剥削他人为手段,他们利用狡猾的智谋来达成个人目的,对他人的情感和需求毫不关心, 他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,对整个社会造成了严重威胁,冷血操纵者的存在,对人类的正义和道德观构成挑战, 他们通过操纵信息和利益来破坏公正的社会秩序,将自己的利益置于他人之上,他们的行为混淆了道德和伦理的本质, 对社会造成长久的伤害,言行不一的人,现实生活中,大家都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能说会道,八面玲珑的人, 但是如果当你身边真的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人,你一定要仔细针叠一下,看看这个人是真的能说会道, 还是只是鳄鱼奉承,溜絮拍马,一般情况下,如果一个人身边出现这种口才非常好的人时, 基本都是的这个人,能力非常强,有一定人脉和财力的时候,面对这样的一个人, 其实也很简单,那就是看这个人的言行,是不是一致, 如果对方仅仅是口才非常的好,并没有什么实际行动的话,或者他说的话,和做的事明显不一致的话, 那么就可以初步判定,这个人就是要一个喜欢鳄鱼奉承的马屁精, 你需要尽快的和这种人保持一定的距离,否则的话,很有可能在关键的时刻, 对方会对你下黑手,让你损失惨重,建立妄议之人,孔子说,君子欲一意,小人欲一力, 如果你的身边出现一个人,在你遇上困难的时候,非但不会帮助你,反而会对你落井下石, 那么,你很不幸,遇到了小人,如果这个人还是你曾给予过恩惠的人, 那么他就是个建立妄议的小人,对于这种人,我们一定要有所警惕, 他们常常没有感恩之心,会为了一己私利,而做出没有底线缺乏原则的事来, 他们往往只考虑个人的感受,不会顾念别人的处境, 更谈不上将心比心,换位思考了,这种人望恩负义, 积极于一时之力,终会因失道寡注而陷入泥潭, 无法自拔,最终懊悔不已, 当我们身边出现了建立妄议之人,一定要懂得与之保持距离, 不要与之相处,更不要与之交往过密,交朋友的时候, 一定要看清对方的脾性,毕竟禁诸者是禁末者黑, 长期同怎样的人在一起打交的,久而久之, 自己也会变成那样的人,人生在世,无论贫富都要远离这几种人。